第十九章 型到跌渣 他原本以為像家丁裏面的情節一樣 這樣 秦仙兒投貼求教林三哥 水凌月一樣會投貼求教他 這樣一來 他就出了名 到時整個道府上下 全部都會知道他何管事後幾把炮 還有 道大小姐會不會為此而喝醋 他心裡想到發了孝 他如意算盤打到啪啪聲響 但是 一年等了三天 望穿秋水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啊 不是吧 難道搞和了 龍巧反絕 萬一 真是把徐三公子推入了水凌月的懷抱裡面 哈 這樣真是虧待大底了 他不由得拍著大腿 直到大叫後悔 這個時候 他除了想水凌月 真是無聊到悲了 何小玉躺在花園的樹蔭之下 玩著一個黑黑黑的鐵牌子 那個鐵牌正面雕刻著一個張牙無走的飛龍 背面是奇怪的花紋 入手的沉澱澱 也不知道是什麼金屬製成 這個大熱天時 仍然令他感覺到 拿著一塊好像冰塊那麼冷的東西 正面的飛龍 龍眼 龍鬆 龍倫 乃至浮雲都清晰可見 簡直是許許如生 很明顯是出自名將之首 哈 這樣東西有什麼樣子呢 何小玉回來福去 始終都看不出什麼名堂 哈 這樣東西 是那個黑黑貼身珍藏的 沒理由什麼都沒有 正午的太陽 即刻外強烈灼人 熱到人簡直頂不住 那些樹蔭已經被太陽光線侵染了 何小玉正準備排在身上 忽然間 他被一丁點的光芒 差點刺得睜不開眼 他不由得嗚了一聲 只見 手上那塊冰冷的鐵牌 在太陽光照射之下 居然有一小片龍倫 閃爍著刺眼的光芒 為什麼其他地方都沒有閃光 唯獨 那一小片龍倫會閃光呢 何小玉就好奇之下 用指尖摸著那塊小片 閃光的龍倫 有什麼特別呢 他本能就用力按了一下 睡覺 發現鐵牌會動的 即時就嚇到他啪一聲就掉了去 啪 一聲輕響 跌在草叢裡面的鐵牌 正面竟然彈開了 露出了幾顆紅白色的藥丸 咦 居然還有機關 何小玉又彎低身 他很好奇地看著六顆大魚花生米 這麼大的紅色藥丸 搞得這麼故隆懸虛 會不會是什麼靈丹妙藥呢 那些藥丸散發出陣陣的異鄉 簡直是眾人肉醉 何小玉不禁吞了口水 他拿起一顆紅色的藥丸 用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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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想嘗嘗藥丸的味道 誰不知一點都口水 即時就溶化為執液流入服裝 這個味道清清涼涼 略帶一些藥味和甜味 它滿口而香 很好吃的 不知那個白色的藥丸是什麼味道 他吞了一顆白色的藥丸嘗試 略帶一些苦味 不過有點像高度的酒 在腹部裡面竟然是熱騰騰的 等著 也不是全部都是熱騰騰 在半邊涼半邊熱 一涼一涼的兩股氣流 就好像互不侵犯 感覺真的有點怪怪的 何小玉正在到奇怪之中 忽然間 腹部兩股一涼一涼的熱騰 正快速擴散 暫時就延慢全身 兩股氣流 好像火山伯伐一樣 迅速暴湧 到最後 簡直無處宣洩 終於就搞殺成為一團 何小玉嚇到雲飛拍散 不知怎算好 他本來是半邊清清涼涼的 但是現在就變得冰冷刺骨 而另一邊就是滾燙卓人 本來就非常痛苦難受 加上兩股相反的氣流 好像天生死亡一樣 互相鎮壓 互相拼實 其中的痛苦難受 就只有何小玉才能體會得到 身體左邊的冰冷麻木 好像身處冰褲一樣 連左邊的衣服 左邊的褲 表面都結了一層白白的冰箱 而右邊就好像自身熔岩灼燒 右手泛紅沖血 右手的衣服和褲 全部都霧出流流的清煙 而且更要命的是 小福下方的丹田之處 正是兩股氣正反交回拼實的中心點 無處宣洩的兩股氣流 都想要壓倒對方 他們拼命交前擠壓私實 將何小玉的丹田衝擊到疼痛難忍 他整個人都滾在地上慘巧掙扎 幸好這個花穴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進來的 不是啊 見到他的慘狀不嚇死才騎 他小福半邊冰冷刺骨 差點形成冰陰仔 而另一邊 就好像烈烈的熊火騰通以上 嘩 這下慘了 這下慘了 看來 他真是要掛柴了 真是要人命的毒藥 啊 何小玉的騰動難忍 去滾在地上掙扎呼叫 那個福報無意之中一壓 就壓在鐵牌之上 這個時候 一股絲絲清清涼涼的感覺 稍微幫他恢復了一絲神指 啊 這塊冰冷的鐵牌 居然可以自動的 他馬上捲鬆在地上 將鐵牌按在小福下方的丹田之處 那塊冰冰冷冷的鐵牌 就好像有生命一樣 將他體內的兩股淨粉氣流 一絲絲地吸走 騰通 總算是慢慢減輕了一點 沒想到 那個無名神功都在消除疼痛 他強忍著無邊的痛苦 腦海裡面 冥想著那些一點點的小點 感覺 丹田之處 即時冒起了一絲的亂流 就好像中和仔一樣 將兩股前逗絲絲的氣流 一點一點中和化解 和小雨心裡的狂氣 他平心靜氣 努力冥想 引導在丹田裡霧出來的絲絲暖流 他中和化解 還在前逗絲絲絲的兩股寒氣和熱流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幾多個漫長的世紀 東虎消失之後 和小雨現在才可以喘了一口大氣 我一摸小福 他即時就罵了一聲 哼 該死 真該死 露天爺 難道你真的想害死我嗎 和小雨這個時候想一想 那些小藥丸確實很香 但是真是折磨死人 肯定是毒藥來的 就在他掙扎翻滾之際 剩下的四顆紅白小藥丸 一再跌在草叢之中 消融不見 如果江湖中人得知 他們夢寐以求的龍虎仙丹 就是這樣被他租撻了 哼 真是不激到吐血阿琪 藥是毒藥 但是 鐵牌就是救命的好東西 和小雨收回鐵牌 心情爽地回回自己房 他的房間一般都不想鎖 他一腳啪一聲 就把房門踢開了 這一次 他仍然是習慣死抬腳燈門 誰不知 原本很結實的門口 就好像紙一樣 啪一聲 一踢就踢一個大洞出來 那個木板就即時啪一聲 全部都塌了 即時塵土飛揚 萬天飛舞 咦? 不是吧? 賀蕭若即時嚇了一跳 這門板是紙造的嗎? 還是自己太過大力? 這種房門 用腳大力一撐 的確很容易撐開 但是 他剛才所用的力量 按照正常來說 根本不可能撐爛了門 他呆了半天 他腳在破門那裡輕輕一踩 嘩 那道門就好像紙一樣 一踩就全部都爛了 蛤? 難道 難道是 他抑制著窮跳的心頭 抬腳用力一踩 嘔 地面上鋪著的青石板 即時就斷裂了 賀蕭若就呆了 忽然間 他就哈哈大笑起身 咦? 難道 老子是曉內功? 難道 自己就是武俠小說中的情景? 主角就是練了一門神奇厲害的內功心法 或者有什麼奇語 吃了靈丹耀藥之類 然後就有一個深厚無比的內甲真氣 然後成為無敵的高手 哈哈哈哈哈哈 這些刑到跌渣的事 竟然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不想 歡迎收聽 絕品家丁 本作品由 廣東唱讀出品 作者 肖興陳 由南月飛星社製作 演播 絕代雙超 鬼池,千般风流 咖啡马,不喝咖啡 第十章,神功小事 我小时就发挖挖挖道 挖挖声的傻笑 这个莫名神功,真是好惹 但是,睡觉都可以自动修炼 发明这个神功修炼心法的人,真是太有才了吧 今天他心情大好 他叫了木匠过来 吩咐他把房门收好 而自己呢,就拼钉拼钉地去找阿波做实验 未见过猪娜上树,也起码见过猪娜 不怕吧,武俠小说真的看得多了 多多少少都明白些东西 自己应该已经修炼出奈家的真气 至于有多强,他也没办法确定 明知道阿波他们不懂武功 但是,仍然忍受不了内心深处的激动 想拿他们几个试验一下 阿波他们几个人,已经做完该做的事 正在院子里面很认真地练功 上次打架,张府那边的人虽然多 但是,不像以前那样,稳佔上风 大家都试图了功夫的甜头 自然就很努力,很认真地练习了 何小玉就轻手轻地走上去 他照着阿波的右肩一触 阿波即时发出一声,惊恐万分的惨叫 他那个强壮的身体,即是很劇烈地震动起身 他整个人,好像在大幕之中 被强烈无比的太阳光暴晒萎缩 哇,看到他惨白客人的面上 全部都是空巨痛苦的神色 何小若驚,马上松手 而阿波就像倒空了的米袋那样 软皮皮躺在地上 没那么夸张吧 萎缩在地上的阿波,即时喘息着 他震腾地说 阿鱼哥,你的手很邪,好像要把我全身的血 要吸干那样 他本来说话是一个很爽直的人 但是眼里仍然充满恐惧的神色 刚才的一触,确实令到他云飞白身 所以所有人都会相信他说的话 咦,吸星大法? 何小若的鲁海里面 即时闪过金大峡,萧奥江湖里面 任我行那个邪门的吸星大法 耶,真的有这么神奇? 他的目光,即时在另外两个家丁身上打转 哇,嚇到那两个家丁即时面色惨白 马上就耍手兼令头不停退后 他们表示,喂喂喂,千万不要找我来教票好不好 啊,你们这么小胆的,一点都不好玩 何小若盯着他们一眼 啊,快点过来,扶阿宝进去休息吧 那几个家丁的震震地走过来 毁了全身绵绵的阿宝 好,即时阿鸡的脚就走开了 哈哈,真是怕,何小若一阵间 又将他们拿来做实验 嘿,不要玩的 他看了望远之里面 摆放了那三个大水光 睡着,他凌机一动 来到了一个大水光的面前 他右掌伸出,掌心向下 对着平静如镜的水面 他心里面在默念着 之后,意念引导在丹田暴涌出来的气流 全部,砸在右手的手掌之上 吸,吹一声 大水光里面井然不动的精髓 就好像被巨大的吸力一样 一扯一扯开了 睡着,暴涌出光 他将何小若淋到落汤街一样 爽啊 何小若开心到手无足度 简直好像瘋了一样 难道那个无名神功 真是少傲江湖里面 任我行的吸星大法 不理他是不是吸星大法 稳定老子狐狸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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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 咳咳咳 晚上,他又吸气运功 将三个大水光里面的水 全部吸到干干净净 搞到自己的全身上下都湿透了 哈哈 反正大热天时 暗晒 沖过凍水凉就降溫 这个时候他当然爽到鼻 但是就苦了阿保他们 又要重新将三个大水光打回门 何小若感到很新鲜 这两天来,一直蹲在花园的池塘边 就好像一个大不透的小孩在玩水 那样 他吐到自己全身上下都湿透了 昏而经过见到,都拎了头 何小若之所以这么劲力玩水 第一,是感觉到新鲜好玩 第二,吸水并不是百分百成功 偶然会失灵 说明了,还未像武俠小说那样 心力随心移动的境界 所以一定要努力修炼才行 经过了两天的勤炼 吸水失灵的次数越来越少 妈妈呼呼还说得过去 现在是第六天 水连月,竟然还未派人过来下铁 这件事真是令他大为失望 同时,他亦拍了大悲后悔不已 唉,说不定 脱衫公姐真是脱衫 和他在床上 互相吸水 风流快活 哼,自己就只能够在花园那里吸水 后悔 后悔啊 这就叫浓巧返绝 早至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这个时候 心情极其不爽的何小宇 正和杜二公子在书房里喝门酒 喝惯了啤酒的他 这些字样的米酒 真是有点喝不惯 在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入口咪一咪 水连月的贴纸还未到 怎知,徐三公子的亲自登门 哼,不用问阿贵 肯定是上门道正 他想起那晚 水连月正和徐三公子的共度良宵 哼,心里面 即是打烂造情的酸 而徐三公子也很够意思 在全城最有名的最不归大酒楼那里 请了整位 地上跑的,天上飞的 水里面游的 只要最不归游的 你即管怎么陪酒美女 即管选 何小宇就不客气了 碰到一大螺 哼,这个多多少少 都有些报复的心理 几轮竟走下来 何小宇已经喝到 面红已热 有些轻飘飘的感觉 他整条舌头都好像打烂结 和徐三公子的清兄道弟 即刻在心里的不爽 也是随之消失 而趁酒喝到太阳西山以下才热散 他和徐三公子就勾肩搭背 嘻嘻哈哈地下了楼 就在这个时候 陈世美陈大公子 就在一团公子哥儀的促勇之下 刚刚走上来 雙方在楼梯上面相遇 怎知 大家都不想让大鑑 其实 这条楼梯就很阔 足以融立四五个人来并肩而行 手手一样就可以通过了 但是 徐三公子和陈公子 是天生的死对头 大家争的 其实都是为了一口气 所以 全部都是逼在楼梯中间 谁都不肯让步 两个人就好像打了鸡血的攻击 伸长脖子 露目而对 他们彼此的老爹 都是同级别的大官 虽然是明争暗斗 但是还未达到撕破面皮的地堡 所以 陈大公子就找上了 没有任何势力背景的何小鱼 喂 你这条小鱼不想死 拉到一边 何小鱼笑骑骑地说 哈哈 好狗就不难路 啊 陈大公子撥然大怒 他身后那个 好像保鞭的标形大汗 低咬一声 砰 即是向前踏了一步 那个沙包那么大的拳头 在何小鱼的面前挖来挖去 脱衣公子动不了 那就唯有动何小鱼 那个人摆明都是拆鞋子 既然主人喝何小鱼 那就摆明了要欺负他一个没有背景的人 居然敢骂主人是狗 哼 真是活得不耐烦 他急于讨好主人 忽然 搶先出手 这一拳真的来得太突然了 去世又快 还带着苦苦的拳风 看得出 真的吃过一下乙竹 如果不是何小鱼没有练到吸水的境界 面盘一定就开了花顶 何小鱼这个时候 虽然是喝到啪啪呼 但是他反应还是够快的 他吸气魂弓 一炸就拿着了大只佬的手腕 在道家的花圆池堂那里 他练了整整两天 虽然可以完全达到随心而生的境界 但是 基本都练到差不多了 他就是这样一扣一级 那个标型的大只佬 只是觉得全身的功力 像缺体的洪水那样 即时往外狂舌 哇 不由得他吓得云飞拍散 第21章 伤心事 何小鱼就觉得 一股热流 在手掌心那里 沿着手臂狂涌入小腹 在体内横冲直撞 真是极其不好受 他即时就松手 只见 那个标型大只佬就啪了一声 好像烂泥那样 撒在楼梯那里 他整块面都白压毫无血色 眼里面 全部都是恐惧的神情 陈大公子一怕 他面露恐惧的神情 即时向后退了两步 而他身后的几个公子戈尔 亦都即时躲在一边 让出了通道 何小鱼就和脆衫公子欧肩搭背 嘻嘻嘻嘻地走下楼梯 让唱而去 陈大公子他们还在惊魂未定 用于不安的眼神 看着劈在楼梯上的家庭 而在楼下的食客之中 就有个掌上极其灰索的老坑公 背着眼睛 看着何小鱼离去的背影 他那只老花眼 即时就闪现了一抹冷厉的寒光 因为因惯杜米釀的白酒 他被风一吹 走劲即时上头 再加上 体内的热楼横冲直撞 真是非常难受 何小鱼即时 在大街上吐个天分地暗 差点连黄淡水都吐出来 而徐三公子 帮他叫了一辆马车 亲自把何小鱼送回道府 然后才慢慢离开 吐到啪啪呼 而酒精的后遗症本来就很难受 加上那股热楼 仍然在身上横冲直撞 何小鱼就想到 运行无名神功 应该消失痛楚和不息 马上他就睡在床上 他便冥想行功 在丹田那树 冒起了细细的暖楼 这些暖楼就像中和制那样 一点一滴 将那股热楼慢慢中和消涌 那人也不知不觉地沉睡了 一天睡到天昏地暗 他醒醒那时 已经是翌日的傍晚 昨晚吐到一塌糊涂 刚刚吃进肚的东西全部都吐出来 但是 就没有私奴感到饥饿和困倦 而且更加龙精苦猛 几乎 还要发誓一轮才爽 刚刚梳洗完 她的声音很甜 小语哥 哦 玉儿 玉儿呢 是三夫人扭月亮的贴身时皮 咦 不会是三夫人找她有事吧 夫人请你过去 有事伤伤啊 何小语就迟了一下 应了一声后 就跟在玉儿的身后 她在玉儿的身后 欣赏着她千腰摆动的阿罗伸致 她一路欣赏 心就一路想 咦 三夫人找我什么事呢 不会是因为打架的事吧 但是 见到玉儿的笑妓妓的慎情 似乎好像不是算账 跟随着玉儿 来到了一间大商房 玉儿帮她推开房门 但是 自己就站在门口 房间里面的家具一应俱全 虽然 不是什么富丽同望 但是 也挺有情调的 咦 这个是三夫人的寵室 何小的心头 即是一声跳了一下 三夫人的容貌 虽然不是说天下无伤 但是 也算得上是沉越落眼 闭越收花 三十多岁人 只是女人一生之中 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期 这种成熟苦味的风韵 绝对不是肥弱酸 杜白这些青年女 才可以比较的 人妻 才是最最最具魅力的 哈哈哈 借死 真 真的很 我一人才刚刚进房 那脑子里面 已经想起了一些 骯髒辣体的事情 看了一下 三夫人不在外奸等他 难道是内奸? 嘩 他的心态即是 狂跳不热 哎呀 難道会发生什么厌遇? 不過,似乎沒什麼可能吧,三夫人雖然離開一點 但是,又沒聽過過去有什麼品行不端的行為 這個時候,蹭蹭的琴聲在內間響起了 雖然不及匪躍圈和水靈月,金壇之令人同聚 但是,也挺悅耳凍聽的,原來三夫人在琴棋上也有點躁藝 何小玉走進內間,一眼就看到三夫人端在錦棉之上在撫琴 她即時倒吸一口涼氣 三夫人穿了一件青色的絲纏衣服 海邊,披著一件薄如蟬翼的粉色輕紗 裡面,是大紅色的土豆 若隱若現,如雪的肌膚和絕美的曲線 都說了,隱隱若若,蒙蒙隆隆 被光吞吞,根據誘惑力 這句話絕不假的,至少何小玉 現在看到全身發怯? 好東西,真好東西 不會在這裡識有老子吧? 其實,何小玉位於這個社會時代 算是比較開放,女性著妝有點像唐代 但是,如果在古代的封建制社會 簡直算得上是暴露 這個時候,三夫人的著裝就很正常 加上天氣炎熱,穿得少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偏偏何小玉是現代人穿越過去的 這樣穿簡直是誘惑她 一曲就筆,三夫人雙手禁煙 她嬌的地說 請何管事次教 額笑一惡,她眼睛一轉 即時就想通了 哦,應該是問劉仙居的事情 如果不是杜爾公子 就是旺材這傢伙說給三夫人聽 果然,她猜得沒錯 杜爾公子對她實在太熱情了 令到所有人都大跌眼鏡 亦都令到三夫人很惡惑和很好奇 再加上,徐三公子忽然間登門拜訪 要求見何管事 而不是他們杜家的人 更加令到她心裡好奇不熱 她將旺材叫來一問 就知道了大概的情況 而何曉玉所作的願情和生茶寺 一早就在道府裡面 那些事被之中悄悄的傳開了 雲儀這樣說 令到三夫人驚嘆不已 心裡就愈發好奇 平日見到她稀皮笑臉 一副懶洋洋的樣子 原來竟然有這麼高深的材色 真是深藏不露 有這樣的材色 竟然還要賣身道府為老 如果不是有什麼不軌的目的 簡直就是游戲人間 不軌的目的? 渡府雖然是大戶人家 但是論財論勢 渡家簡直是不粗的 拳勢更加沒有 或者 他是想打 杜白衣 杜大小姐的主意吧 不管他是游戲人間 還是打杜大小姐的主意 這麼有才識的人 只是做個管事 管了些雞毛酸皮的事情 實在太委屈她了 柳月良就有心提升 何小宇為內部總管 目的是籠掠她 而大半也跟杜白衣鬥起 何小宇的目光 忌不捨地在三夫人的身上移開了 她吞了一口口水 小騎騎就說了 嘿嘿 在下 現在真是頭暈眼花 意亂情迷 夫人 就算亂談一通 也令人心最迷離 三夫人超面微微一紅 即時挖了她一眼 但是 心裡不知道為何 浮現出絲絲的喜悅 何小宇的話 雖然是故意避開問題 但是 暗地裡就讚嘆她美麗迷人 表明了自己 就被她迷到溫頭轉向 對於自己的容貌 她素尼都比較自負 現在又被人這樣一讚 心頭裡面怎麼會不開心 而且 這個何總管素尼都稀皮笑臉 沒有個正經 所以她也不會太過反感 十八歲雖然成年 但是 大部分人都帶著志氣 而有時 看一看何小宇 真是 幾像一個十五六歲的大男孩 柳月良就問她 何管市哪裏人屎 家裏還有什麼親人 這句話本來是普通問家常 但是何小宇臉色忽然一白 表現出被痛異常的神情 即時把柳月ル兩喊克一條 蛤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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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時候何小宇忽然間 捕着桌子就哭了起身